您驾驶过船船吗 您见过巨型沙雕吗 您知道海蛰是如何捕捞的吗 与海亲密基础探秘海洋生物 美丽中国乡村行 亲海来海洋吧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 深海乡村友 欢迎收看由大华农 为您特别呈现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旅行 会带给您怎样的惊喜呢 一起来看吧 今天我们来到了 山东海洋旅游度假区 这里的海岸 曲折延绵20多公里 海滩沙细浪稳 坡环水清 被誉为万里海滩浴场 不过今天我们要带您体验的 海滨之旅 可不只是下个日光浴 游泳游那么简单 而是要挑战帆船 还要探寻一种神秘的海洋生物 我们的旅行即将开始 您准备好了吗 山东海洋旅游度假区 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南海岸 无论青岛还是烟台危海 到这里都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大家好 我是曾路 我现在在海洋 这个海洋不是那个海洋的海洋 但是这个海洋 有那个海洋的海洋 我把自己说晕了 那现在我就去海洋 看海洋吧 海洋旅游度假区是国家 4A级旅游风景区 这里东欧严寒 价无酷暑 12摄入的年平均气温 湿润清晰的空气 宽阔洁净的沙滩 清澈透明的海水 和明媚灿烂的阳光 使人们享受青海乐趣 感受天海合一 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的幸福目的地 这里呢被称为是金灯 为什么是金灯 看看沙子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沙子特别的细 走在上面就像 走在一片软软的地毯上 所以是很享受 你看他们小朋友们玩得特别高兴 他们在找什么呢 我看你们在挖坑 挖什么呀 东欣姐挖什么呢 挖什么呢 挖坑 什么埋爹呢 啊 埋什么埋谁 把我埋了 你要把自己埋在这个沙子里面 对 觉得这片海餐怎么样 还可以 比较干净 你不喜欢这里呀 我觉得这个城市建设的 还算比较 怎么说呢 给人感觉很安静 人并不是有那种大城市 非常那种 那种喧哗 好像来度假不错 很好 我觉得孩子玩得也很高兴 对啊 在海洋的万米海滩 不仅可以玩沙溪水 如果您想来点刺激的 海上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 会千方百地的拉西米与大海的距离哦 登陆就唯独对一种 向往无比 那就是翻船 哎 这位游客 我看你刚才坐翻船了是吧 对 是第一次坐翻船吗 是 感觉怎么样 还没想到海浪打着 那感觉就是很 自己很爽 你没有翻船的感觉吗 没有 我现在马上要开始我的翻船抽体验咯 我可以上去了吗 教练 不 不 别 别从这儿踏 往前 往前 他这话筒不会是吧 举起来 多举 多举 我怎么有种 可瑞踏得好好的感觉 这种让游客体验的翻船 属于三体翻船 与传统的单体翻船相比 安全性高 不会侧翻 随身的教练 会时刻保障游客的安全 一上来我就手忙脚乱的 因为怕不安全吗 我是第一回坐翻船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在上船之前不要吃太多东西啊 嗯 而且一定要做好挑战自然的准备啊 哦 啊 海鲜好咸 我以前的话不是做这个的 然后是因为什么 生了一次病之后 跟朋友一块体验了一下 哦 出来了 就淹了一下翻船 就我就喜欢这个运动 喜欢之后的话 就全部自尽的 哦 爱上他 爱上他 我也已经爱上他 来了 来了 哦 哦 啊 哈哈 你会不知道下一个浪什么时候来 但是非常的充满挑战性 人生不是要挑战吗 让我们使用我们的力量去 掌握大自然 感受它一下啊 舒服吗 舒服啊 真的没有一种船能像翻船这样 真正的去和海 做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众所周知 翻船依靠的是自然风力前进 驾驶者必须是人船合一 在辽阔多费的大海上挑战一切未知的风险 让人体验到了用最原始的方式征服大海的乐趣 这就是翻船的魅力 我们站起来 打了回来 这是自然的力量 这个绝对是一次特别刺激的幸福的体验 张教练啊 我特别的好奇 你真容是什么样子 刚才萌着都 哦 好帅啊 谢谢谢谢张教练 给我这么美妙的体验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在海洋度假期放松心情 除了让人沉寂的大海 激进无限的娱乐项目外 还能让我们一饱饮湖 目前北方最大的沙雕主题公园就坐落在这里 松散的沙子 为什么能凝聚成如此坚硬的艺术作品呢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发现 两名工作人员正站在沙雕作品上维修 赶紧去谈谈密吧 师傅 我看你们两个人在上面好像他还能撑得住 我能上去吗 可以 我想看一眼 其实一般游客是不能上去的 待会我提出这个要求上去看一下 带你慢慢看一眼 中午是得不多吧 还可以 挺结实的 我都不会走路了 什么 不要害怕 这里面加上是全部都是沙子是吗 那这个怎么上 这个从这儿踩可以吗 师傅 你撒吧撒吧 你挺啊 不愿意 还不愧 好 还是我轻的 这个上面 很结实 像水泥一样的 它只有沙子吗 有 它凝固了以后 沾很快 沾了一点胶 其实这样来看的话 就像是混凝土的那种建筑差不多 还挺结实的 我想知道 就是做这么一大片的沙雕群 需要多长的时间 十几个二十来个人 大概五十多天 进一个月吧 沙雕的材料只有沙和水 艺术家们把它们夯实后 在上面精进的雕刻 然后喷洒上特制的胶水加固 由于沙雕只能保持几个月 又不会造成任何的环境污染 因此被称为素朽的大地艺术 沙雕公园 其实是海滨绿色观景带的一部分 整个观景带全长五达六公里 充分让人感受 现在化生态型滨海的魅力 另外 剑湖湿地公园和2012年成功举办了 亚洲沙滩运动会的相关场馆 也是放松心情的绝好去处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这不管男女老少 穿着泳衣就上街 因为呢 在这条街的这边是海 那边就是一大排的度假酒店 只需要出了酒店门 你就可以到海滩上去享受日光浴了 很难想象 十年前它还是一个非常尖僻的小乡村 虽然海洋已经从小渔村发展成了现在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但是不少渔民仍然以捕鱼为生 到近海观赏渔民的捕捞作业 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每年的6月至9月是休渔期 想看打鱼是不可能了 不过 当地有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 从7月底到9月会进入到捕捞旺季 游客只需租上一艘快艇到前海 就能近距离地见识整个捕捞过程 那这种海洋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经过半个小时的乘风破浪 一艘五米长的小木船进入了我们的实现 船上有三位渔民大哥正在拉网 你们在捞的是什么呀 这是黑色 这是黑色网网 穿浅蓝色衣服的居红兽大叔和他的伙伴正在捕捞海蛇 海蛇其实就是水母 是一种枪肠动物 分布在水深三到四十米的近海水域 通过触手分泌毒液 捕食小型浮游生物 我国沿海 北起鸭绿江口 南至北部湾的广阔海域都有分布 可是为什么只有每年的8月份 才是他的捕捞季节呢 他是从6月份开始顺脑气 到7月份 7月29月份高的6月 8月份是成熟水母的产卵剂和活跃器 大量的水母聚集到渤海湾内进行繁殖 9月份之后 水母就会沉入海底死亡 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出海的时候的那种兴奋 因为好晕 没想到原本很雀跃的走路 出现了严重的晕船反应 好点吗 眼看着他晕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的导演只好临时上阵 给大家介绍 平时吃的海蛇到底是如何捕捞的 好漂亮啊 半透明的 看到了吗 这个那么大的水母 我拎一下 摸让器特别像胶 这个有多大呀 你帮我挤 能挤出水面吗 挤出起来 这个海蛇起码有100斤吧 有吗 这个海蛇有100斤 看到了吗 收获很丰富啊 是不 这个不是海蛇吗 我觉得很像我们吃的就是这种吧 海蛇皮就是它 这就奇怪了 平时我们的海蛇就是这些水母加工成的呀 为什么居大叔他们不要呢 虽然一斤两块钱 但是这个大海蛇就用100多斤 这一往下来至少有二三百元的收入 为什么居大叔他们不捞呢 这个上的就不油了 剩准处就拉了 你看一拉它就断了 你看我手上拿的就是沙海蛇的一块吧 你看多像果冻啊 QQ的摸起来 然后呢 拿在手上 它就不停的不停的在滴水 如果放的时间长了 它会一点一点的变小 你看你水一直在滴 一直在滴 被当地一名称为沙海蛇的水母 呈半透明状 散布一般直径在50厘米以上 最大可以超过一厘米以上 因其质地不够坚韧 口感不够爽脆 经济价值不高 再加上沙海蛇死后只要出水 等于您回到码头 它缩水会达到90% 所以野生的沙海蛇 一般移民都不愿意费力打捞他们 那你们要补的那种叫什么呀 叫面海蛇 叫面海蛇 它能拉上来吗那种 没有 它这个皮尔很空 皮尔的皮尔介石 就怎么样啊 长得跟它不一样吗 面海蛇有两种吧 一个自舍的一个自舍 去到两样 去到那儿去到桥 多切一个个打的 那我们今天能打捞到面海蛇吗 据大叔说了 海蛇是用网来捕捞的 他们会用毛把鱼网固定在海里 潮起潮落间 海蛇就会自己漂游到了网里 这样每天来收网就行 据大叔他们在这片海域 一共下了十张网 现在已经是第九张网了 仍然是一无所获呀 昨天他们打一切都见了 那你是不是特别羡慕他们 我现在接人家有的 接人家有的 哎呀 这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张网了 今天能不能有收获 就全指望它了 你们的网有多大 房市里头超点 很重吗 这个网 我不训 我试试 还行啊 你看 我还是能拉起来 这么拉 手特别疼 因为绳比较细 绳细 我看都戴着手套了 是吧 对 戴着你怎么不戴 我习惯了 我看你的手 师傅的手都是剪 这就是常年拉网 是吧 拉网 风湿一日晒的 你觉得苦吗 不 不苦啊 有感性 这么小就得到 很辛苦 这片海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就是美景 但是对于居大叔这些渔民来说 却是衣食父母 他们热爱这片海洋 期待着大海的馈赠 那今天的最后一张网 会有收获吗 居大叔说 它预感不好 你瞧 导演一个人就能拉动了网 就说明这网里的收获不多呀 网一点点的被拉出海面 但是我们苦苦寻觅的面海者 依然不见踪影 作为探客的我们 都有一些着急了 忽然 网里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 这个有一个紫红色的 这个通体紫红色的水母 就是我们期盼以后 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灭海者了 哎呀 等了这么久 终于一堵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我抱一下 喜欢他们这多重啊 居大叔 丁主导演 只能抓海者的散布 因为他们的触手都有毒 有二十多斤重 没有啊 实体金重 哇好漂亮啊 第一次看到 怎么看 这个水母 我想很光滑 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这个五块两千 五块多钱 贵一倍比它 念海者也是水母的一种 结构坚韧 口感脆爽 用它来制作的海者品质好 经济价值比杀海者要高出许多 今天一个十几斤 有钱够吗 慢慢的 慢慢的 过的时候 欠着这些雨 乐观这些雨 居大叔 他们今天的捕捞工作结束了 虽然收获不丰 但是大海赋予了他们乐观宽广的心怀 与他们相处的这短短两个小时 不仅让我们见识了海者这种神奇的海洋生物 就连严重晕吞的增路 也深有体会 现在回到岸上我才知道什么叫踏实 去之前还兴致勃勃的 也觉得可以在那和那边的师傅 甚至可以一起打打海折呀什么的 那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我实在是做不了 太辛苦了 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想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 好辛苦啊 在海洋总是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在海边发发呆 反而各种项目天色就渐渐暗下来了 即便是在盛夏海洋的夜晚呢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闷热 反而是很凉爽的 怪不得很多人会选择来到海洋的海边度假 那么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会凭着自己的嗅觉 找一个地方品尝这里的美食 看看这就是美食一条街 很方法吧 它距离海岸的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所以现在我要找一些好吃的东西了 海洋的鲜活海鲜种类繁动 扇贝 海螺 鲍鱼 海参 鱼虾蟹是应有尽有 清晰又美味 来到海洋是一定要品尝的哦 我决定先从海鲜开始 我没有吃过海鲜怎么吃啊这个 剥开 剥开是吗 除了皮之外别的都可以吃是吗 对 里面肉 里面看上去像鱼籽一样 有点像蟹黄 里面吃起来的味道呢 到嘴巴里是有颗粒状的 很新鲜 没有什么新味 海洋烤海鲜 提上的是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 不会放太多的调料 所以吃起来也不会感到油腻 每到华灯初上 海洋的美食一条街就火爆极了 腰上三五行友 吃着海鲜 喝着啤酒 畅快地聊着天 这种情景让曾陆不由地羡慕起来 应该端起那么好喝的啤酒 去结识新的朋友 我看你们这种吃的好热闹 谢谢 我们也 你们是从麦里来的还是 安徽的 你们对海洋的印象怎么样 海洋比较干净 比较整洁 这就是我们的印象 你们都是一起过来的 对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能有缘在海洋认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 对不对 来我们来自干杯 干杯 好 一路快乐 我们海洋旅渡驾区 重点打造了海上运动 娱乐虚嫌等多个特色项目 同时呢 旅渡驾区内的景区景点 全部免费开放 更好的多角度 展示了最美海洋旅渡驾区的 无限媒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洋海洋 海洋海洋 我觉得旺门生意啊 可以理解为海运加上阳光 有了这片蔚蓝的大海 以及勤劳智慧的海洋人 海洋旅游度假区才得以迅速发展 如今度假区免费对外开放 每年接待游客达360万人次 带来了13亿元的经济收入 如果您也想亲近海洋 感觉海运阳光 就到海洋来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快活林里有一群不可思议的猪 它们拉车游圆 跳水游泳 这群特律独行的猪 有哪些奇特之处 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美丽中国乡村行 走进济阳 吃快活林区旅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